弟兄姊妹,心靈真寶今日的主题就是 尖养父 神创造地上父亲 目的之一是想我们了解天父的亲情 但是有时,地上不正常的爸爸形象 反而令我们误解了神 我们要从神的话去了解父亲自己是怎样 和他对我们究竟是怎样 例如约翰福音提到 阿爸是寻找那些用心灵和真理去敬拜他的人 奴家福音十五章 浪子的比喻 更加显明了阿爸的心 不单止他有赦面 更加是为我们开派对 充满了庆祝和欢乐 也有歌唱有音乐 约翰福音十七章 主向父的祷告 说到他已经显明了阿爸的名 更加是要付爱他那份爱在我们里面 爱在书中,卸给我们担心 主向我来占据我们尖养 尖养即是看他。不是只看一看他 我应该看清楚他怎么样对你 他是几种鼻鼓 他是哪个 看清楚他的形象 因為每個我們受了生出來之後,接觸很多東西的影響 有些人因為爸爸太惡,他以為神是父親,他覺得很惡 或者地上有時父母根本是很難完全的 地上我們只要用愛 有時你過去經歷,或者爸爸對你覺得不太憤怯 覺得不太公平 總之一件事,他的樣貌都可能影響你,因為神是爸爸 但要了解到神,他做地上爸爸,就是想你認識那種親情 雖然不能夠補達到最深的親情 但你了解一下什麼親情 父母正常他愛子女 所以有些時間你要看清楚他 為何要不然我們比過去的太多次數,或者深刻一頭的經歷 可以說,又生又廢,就會影響你個人 最糟糕你將他影射到爸爸 就算是沒有這樣的經歷,但因為真的沒有地上爸爸幫各位 真的太遠了,即是開了全世界所有的最好的爸爸和親情 都相差太遠 而且你爸爸,因為他心不是那麼快樂 可能壓力很大,即是沒有笑容 你覺得神好像沒有表情 或者去喝茶,爸爸看帽子,小的打擊 你真的接觸太多太多 所以神話,我們的心意要更新和變化 看清楚,我們親父母的天父是怎樣的? 真是不同的 不要有些少錯誤的,然後就擺上去 誤會了他 有些聖經,我想替大家看,協助你 譬如你親近的神,你不用說 你親近的神,一來就猛說話 都未夠看清楚他 譬如你幫人說話,你都會看著他 即是有個心在這裏 就是有個心在這裏 就是有個心在這裏 有時候,親近的神,你也算不說話 你一邊看著他的榮耀 即是想到他是怎樣 他怎樣的好法呢 他榮耀 這個也是今天親近的兩神 就是一種敬拜 敬拜了那就是神的寶貴 對身上被吸引著 當你這樣想到他的時候 這樣看的時候 更清楚他怎樣的 他都很歡喜 因為楊芬第四章 主要他講給你聽 他誤會要怎樣的人敬拜他 就是用心靈和真理 所以你就不要給那些謀理 或錯誤的觀念影響你 你就誤會神了 你就難幫神親近 因為一個人很難幫 一個你覺得他不是那麼愛你的 那麼吸引你的 不想接近他的 所以很重要 所以主來到地上 他講了一個 浪子比喻 都幫你更加清楚 爸爸怎樣的 他誤會神的快樂 那麼厲害 大兒子都頂不住 他講了真相出來 天上都很歡喜 恩著你 信主 如果不就死人說你不知道 但是神的月子 他扭地上 告訴你 這張神是怎樣的 告訴你 他用人間的東西 例如浪子爸爸 他怎樣 給你看清楚 那些神是怎樣的 所以這個故事 真的太寶貴 也都是永恆的故事 你一路越來越會明白這個故事 他講的 他怎樣愛你 他不單四面 那麼簡單 他為你擺派對 他說 哇開音樂 不單派對 又有音樂 我現在記得 我現在沒有時間 告訴你 聖經有些簡單的聖經 但也說過 我過去有些爸爸 聖經有些 我不能夠時間 隨便幫你講 主他 爹壽前那晚 他講什麼 他好像父愛他 那份愛 在我們裡面 那晚的託告 他好像向 那些說話 好像向 附差他來 他在附交代 他在附近 他說 我已經把你的明顯明了給他們 只好快地講這句 就是 因為人太不認識神 因為有魔鬼 所以只能看 假神會當神 傻到多傻 因為神會不會需要幫我清潔 有人幫你清潔 神可以用多少錢買回來 人可以錯路這麼猛 神拜他 是不是很猛 就是這麼兇 我幫你講 如果是神 我都幫他鬥過 就是這樣 人可以錯誤到 那麽厲害的觀念 所以 就是向他要 將神的命 神是怎樣 他將父表明了出來 他是神榮耀 所發的光輝 給你看到神是怎樣 神多麽好 神榮耀 主釘手現在 不單只看到他的愛 我為我舍己 也看到 父的愛 父差的愛子 做我救主 受過這麽大的痛苦 即是爸爸的心 所受苦痛 絕對不會差過主自己 他來到 就要將 父的命 阿爸多麽好 他會告訴世界 因爲我小的母親 爸爸 聖經一句話 我未信他的時候 可以很深的感動 就是聖經一句話 他在聖所做孤兒那副 做垮一副的生怨者 因爲我小的母親 對神的愛 是現在 他是我爸爸的寶貴 但是我都需要一生的認識 實在太厲害 我不是差的 但是 主要經過溫哥話程 我更加深入讀他的愛 你看師哥 我看到的